霸气的喊话 这个凡是妨碍航道的渔船 赶快让道 在海上广播 有没有 当我者让 来我们来看一下 公布的这个画面 有没有 这画面不长 还配合了音乐 里面的音乐 对 讲话的马上 好 这联合巡航的画面 虽然它喊话的是一艘 大陆级的一个船只 但是看到没 就是霸气 我在联合巡航挡到的 赶快让 那当然这段视频 刻意发布 有它的一个含义 就是生怕大家不知道 正在进行联合巡航 还怕大家漏掉这个讯息 所以进行了一段影片的发布 好 回来之后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 那个气氛 然后我们的国防部长 这个邱国正又被问到了 这个首战及中战的 这个中战指导原则 他说起战的话 要有中战 但是我们没有要起战 所以他当然不想谈中战 但是如果一定要谈的话 他说中战就是叫做 奉陪到底 叫奉陪到底 然后我们看到立委的追问 中战指导原则 然后这个邱国正被逼急了 讲一段话 他说这样脱国防部下水 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还料了一句 台语有没有 然后兰尾要求说 是不是中共的飞弹 我们备战成这样 能够保证把他打下来吗 他讲实话 连美军也不敢有把握 哪个国家都不敢有把握 确实也是讲了实话 不过在此同时 马上520了 这个新政府的这个上路 他被认为是 可能要下台一鞠躬的 格员之一 所以今天这个讯息 很不寻常 一传媒曝光了一个 不具名的爆料 说邱国正的儿子 涉嫌召记 目前他的儿子 在国安局任职 那里面呢 据说不只有这个 他跟邱国正在办公室 合拍家庭照 还有他手上拿着 健保卡的这个照片 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就是一般两瞪眼了 因为证件都拿了 还会是假的吗 然后跟所谓的应召女子 宣传的资料 然后还写下了 他的心得内容 好 还有超过20张 他跟个人应召女子的照片 还有一些性爱影片之类的 好 那当然这个讯息 现在有很多的解读 就是说要整他 要抢位置 有这样的一个解读 然后现在据说 国安局也已经立案调查 部长说如果有需要的话 愿意配合调查 也就是说真的有这件事 他的个人家世是小 那还有国君到今年为止 目前我们看到 已经有这个九起自伤案 我们目前在这个疯狂的备战当中 军方的压力也很大 我想这个还是让 任廷将军讲一下 从刚刚的海上的霸气喊话 到整个中战指导原则 对 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 表示说他这一次慢慢收网 要玩真的 不然不会这样子 前面的渔船让开 对 他就让开 就这样子 他这个动作就是说 将来前面有台湾的渔船 也要让开 不是只是对大陆渔船 通通让开 那如果不让开之后 那他就会有一些执法的行动 有一些执打的行动就会展开 所以是会有这个状况 这个慢慢做强势了 我认为中国大陆慢慢在收 他以前那时候感觉到 是以这个喊话代替行动 现在要以行动代替喊话 可以看得出来 他有点转变 这个状况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面看台湾 那为什么军中的压力增大 有九旗的智商案 才三个月不到 非常密集 对 我认为 太多了 以前要求少 现在的要求上轨道 有人不适应 以前的时候放水 现在按照SOP来做 做不了 不要按照SOP 按照SOP很多人就智商了 像是把打靶的成绩要求 也变严格了 稍微严格了 我认为打靶成绩还好 因为他18发中9发 50分及格 无论50分及格 也差强人意 也没有说过分要求 也没有说提升到60 70 对不对 他才50分 但是我认为可以了 差强人意了 已经不容易了 18发中9发可以了 50分 由摄入减 对 就是对 但是问题是有人就受不了了 以前是松灌了 现在稍微抓紧一点 有人受不了 那第二个 目前的状况就是说 目前的国军的边线比太低 你要100个只有70个 70% 那70% 10个里面只有7个 那两个要休假 大家要轮休 那就5个 10个人要5个人做 那是不是 我们讲了这么多 你可以理解到 中国这么压力吗 然后你看到家里又出事 对 那他是当然 他一个蜡烛多头烧 因为这个 这是激起疫情 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边线比部署的问题 不是今天的问题 是常年招募不理想 然后粉丝太平 哪些好的数据 说我们现在招了很多 招了100%多 招了100%多 怎么会不够人 作战部的边境 怎么会不到70% 就是说他那个 玩数字游戏 玩数字游戏 那现在够 那以前的缺的补了没有 算一算之后就70% 问题出在这边 第二个我认为 第三个我认为社会大众不太挺 你看现在 现在只有军人国防 没有全民国防 以前40多年前 这个院教授也叫 介大使也知道 我们那时候有自强献机 根本还没有想到 大家把全捐出来 捐一个月所得 对啦 然后他的 那时候150块不得了 是他一个整个月的零用钱 都捐掉了 是这个样子 然后买飞机 你看现在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企业家说 我们捐钱买这个防弹背心 给军人 不要讲这些中心思想 对国家的认同 都没有了 对主权的看法 对 军中普遍温和 现在这个问题 我们那个时候觉得 跟国家同一遥命 现在这个2300多万人 国防是军人的事情 你明确不明白 所以大家都不怕 领袖的位置多高尚 但是现在的领袖 都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所以说有些这些 南部的这些亲友 有种中共过来 但这个中战指导原则 你觉得需不需要呢 中战指导 这是政治问题 军人原则上 打到一兵一组 这是非常清楚 但是这些政治人物 要去把这些中战指导 把它定出来 所以邱国政是讲实话 是没有错 对 那打上是打到一兵一组 我们刚才讲到了 刚才说到台湾的战时准备金 才五六千亿 那不行啦 一定要五六兆才够 你光一看讲几千亿 大家都吓死了 不够不够 五六兆都不够 何况是五六千亿 你买飞机都不够 打仗的时候 陆军的这些战收直升机 空军的战机 还有这些 我们所讲的 它的直升机 包括它的运输机 还有它的反潜机 海军的反潜机也是 你这个不够 光买飞机都不够 这么多的压力 难怪这个介大使之前讲说 他觉得邱国政最近老好多 对不对 所以我都认为 最重要的是 我都认为要让国军的压力小一点 先提振全民的新榜 那政府不做啊 那不做的话 国军压力会更大 好像是国军的事情 跟老百姓的 所以邱国政他儿子的这个事情 目前当然还在调查当中 你就这样的话 他要下来应该迟早的事吧 对 那我都认为 当然他已经够久了 三年了嘛 三年多的话 在这一方面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 当然也不是说对邱国政在揶揄他 老狗耍不出新把戏 我不是揶揄他 我不是揶揄 这个就是你 你有没有新的 因为现在这个时局变化 威胁太快了 他也无能为力了 对你要去跟着上这个 听从政治的知道 对你要跟从这个节奏 国军要怎么样 一些中共的威胁那么多 他的无人机来那么多 你怎么去应对 那一看好像都在十分 他距离越来越近 数量越来越多 然后机型越来越多元 你怎么样去应对 这都是问题 这都是问题 但是光是这个要打成政战 我相信军方的看法 就跟这个政治的系统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军方最能够理解 成政战对于台湾的 真的无法经受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